安家纽约 您的安家顾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东 欢迎收看由Verizon Files冠名赞助播出的 安家纽约 如果说没有移民的贡献 前几年美国房地产市场 可能下滑的更加严重 这话一点都不为过 在过去的十年里 移民购房者一直在支撑着 美国各地的楼市 成为美国房市复苏的强劲动力 今天的地产资讯会 我们先来从这个话题说起 据南加州大学为抵押贷款 银行家协会编写的一份报告说 在移民人口众多的州 外国出生的购房者 在新增加的屋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该报告说 由于外来移民在美国安定下来 经济稳定后 比美国人更有意愿买房 过去这十年间 移民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3% 但移民屋主占了 全国屋主的总数39% 在移民大州 加州和纽约州 尽管移民人口增速分别下降 但十年间移民屋主的增加速度 却上升到历史高点 在加州 移民购房者占了新屋主的82% 纽约则占了65% 加拿大温哥华 有一栋富有传奇色彩的房子 在过去的40年里 他被同一个经纪人交易了6次 最后一次的成交价格 竟是原价的30倍 这位金牌经纪人盖礼 如今已是70岁的高龄 他回忆说 自己第一次销售这栋房屋的时候 还是1971年才28岁 这栋位于温哥华市郊的独立屋 外表普普通通 最初的卖价只有3万2千元 1980年后 大量的移民涌路 温哥华迎来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在1971年到2010年间 这栋房屋就被来来回回卖了4次 每次经手人都是盖礼 售价也一次比一次高 到了2012年 这栋房屋更是以101.8万元的高价出售 比1971年第一次售出的价格翻了30多倍 全球最贵的公寓不在纽约 也不在伦敦 而在欧洲小国摩纳哥 这套超级富士公寓位于摩纳哥一座 再建公寓大楼的顶棚 它拥有一个私人的滑水道 末端直通一个室外的泳池 这套公寓预计在2014年年底完工 目前开价3.6亿美元 堪称世界第一高价 现在开发商正在兜售这一群球最贵的公寓 希望在明年落成的时候找到买家 如果一切顺利 公寓的主人未来可以在离地面150米的高的公寓内 通过私人的滑水道 直接连到室外的屋顶游泳池 体验在天边畅游的终极享受 说到买房的话题 一些留学生或海外游客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可以在美国买房吗 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房地产市场是个开放的市场 无论身份与否都可以在美国买房 不过如果提到贷款便是内外有别 究竟外国人是否可以在美国申请到贷款 银行都会提供哪些贷款计划 今天的嘉宾访谈 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本期话题你适合申请哪类购房贷款 我们为您请来国泰银行第一副总裁张国平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张先生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那么说到买房 很多人都知道 目前美国的贷款利率 还是处于一个历史的地位 所以很多人都想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 这个贷款买房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银行到底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和条件 来发放贷款的呢 银行发放贷款 是银行的主要的业务之一 这是银行的主要的收入 那么房屋贷款是占这种贷款当中的 很大的一部分 那么银行发放给贷款 给个人 那么首先就要考虑到个人的信誉情况 一般信誉好的话都要在740份以上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看他的收入 那他收入的话呢 要有一个稳定 固定和连续几年都报税的这种记录 来申请贷款 那么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收入很稳定 他的信用记录也非常良好 从来没有欠过钱 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有资格去申请到银行目前最低的利率呢 是的 银行很欢迎这样的人 那么因为作为银行来讲的话 那么会对这种人提供一种最优惠的 或者最低利率的这种贷款给这种人 我们经常说目前是历史上最低的利率 那么现在基本上的房屋的贷款利率 15年期和30年期基本上是什么样一个标准 现在对低的利率银行可以提供15年在2.5左右 那么30年的在3.5左右 举个例子讲 一个两个家两口人的小家庭 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在十几万以上 那么他们保持好了自己的信用 另外他每年都报租税了 能够提供出银行所要求的1040表和W2 那么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借款人 那么现在的利率应该说了 15年期只要2.5 30年期3.5 这回想六七年前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过去的六七年十年前 贷款利率6% 7%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非常好奇 为什么银行现在可以提供一个 这么低的一个贷款利率 这种最低的贷款利率 实际上来讲并不是银行提供的 那么银行包括一些贷款机构 所提供这种优惠或者是最低的利率 实际这个利率都是Fendi May和Fendi May 他们来提供的 安家小词典 房利美全称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 创立于19世纪30年代 房利美全称是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 1970年由美国国会成立 规模仅次于房利美 两家公司是受美国政府赞助支持的 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他们的职能是购买美国各大银行的贷款债权 从而为银行提供巨额现金 最终帮助每个家庭顺利贷款买房 第一种的贷款的产品这么低的一个利率 并不是由银行持有的 银行只是帮助房利美 房利美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 是 所有的银行的要求 甚至表格都是一致的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在贷两房在做这个业务 他们做完了这个业务之后 他们会转手给两房的 那么这种风险实际上都是在两房承担着 那么它的审核条件有很多 那么第一个 它对一个single family 这个单家庭的这个房子 它有一个要求就41万7 那么四个家庭的不能超过80万01千 另外在贷款的比率上 它也有一种要求 它不能超过60%到最高80%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房价的80% 对 也就是说你的头期款一定要在20%以上 对 是的 另外的话呢 你要添一个4506表 这个4506表呢 是最新要求的 是08年金融危机以后 那么两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有的好多人都还不起这个房贷了 那么两房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现在两房就授权银行到税务局去查你的报税记录 是不是真实的 就是说你来申请贷款的时候 不但你要把你的W2和1040表提交给银行 银行还要到税务局去审核 审核了你确实是报了这么多税了 你才能享受这么优惠的利率贷款和低级的贷款 张先生你刚才提到了 银行会提供了第一种的贷款的一个计划 就是给收入的信用比较好的人 但是社会上也有一些人 他们也许刚刚来美国不久 还没有开始报税 或者他们的收入还没有办法公开 那这样的人群 银行是不是也会提供一种相应的贷款计划呢 会的 那么在这个现在的市场上 有很多银行 对这批人提供一种不查收入的贷款 其实他是不查他现在的 到税务局去查他的报税 因为他没有报税的记录 但是他有合法合理的这个收入来源 能够支持他还清他的贷款 但是这方面的贷款呢 那么他不像两房提供的贷款 那么因为是两房承担着风险了 所以之后他的利率由政府后边的支持 所以利率比较低 那这个贷款呢 是银行自己承担着风险 所以银行就会考虑 在风险转嫁一部分 到他的贷款利率上去 所以这种贷款的利率 一般的情况下 比两房的贷款要高出1% 那我想问一下这种的贷款的计划 15年期和30年期的利率 分别是多少呢 现在对于不查收入 一般的情况下是在 15年是在3.5 30年在4.5 那么这个利率呢 比两房提供贷款的利率呢 会略高一点 那么从银行来讲 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银行承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另外一个呢银行要把这个贷款 在他手里一直持有 大概15年到30年 那么银行还承担了 今后利率上升的这个风险 所以这些风险的因素 都加在了这个贷款的利率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 它利率合理的会增长一点 对吧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另外这种贷款呢 主要适合的人群呢 它主要是对那些 刚移民来美国的 有了美国的身份了 但是报税呢 银行要求三年的 它没有无法提供出 三年的这个报税清单出来 另外呢 有些人呢 他有些灰色收入 但是他在报税的时候 可能没有体现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或者是幸运分保持的 不是那么完美 应该只能说完美 740分以上 对吧 但是他任何的其他记录 都是很好的 像这样的人 就可以来申请这种贷款 这种贷款呢 有的银行是做的 有的银行呢 它考虑到今后 是15年到30年 这个风险大 那么有些银行 现在就不做 对吧 有些银行是 比较严格的控制 但是它是在做的 那这些银行发放 这一类的贷款 有没有一些什么条件和要求 有啊 那么这些银行 对于这种贷款的话呢 一般来讲 只能提供成 60%到70%的贷款 就是说借款人的 down payment 要在30%到40%这样 所以就比两房的 也会苛刻一些 所以你自己要 多掏一点钱出来 好 赵先生我们该谈到了 是在美国有身份的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 信用状况和收入的情况 来申请不同种类的 贷款计划 不过我们节目组啊 也曾收到过来信 问这个留学生 海外游客 他们在美国 是不是也能够申请 贷款买方 如果可以 又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谈这个话题 欢迎回到 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的节目 我们主要是讨论 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 您究竟适合哪一类的贷款 赵先生我们在上半段 已经说了 适合美国居民身份的 两类的贷款计划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海外客 特别是中国人 对投资美国房产 热情也非常高 那么针对这些 不具备美国身份的人 是不是在美国 也有资格申请贷款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很多中国人来美国投资 或者是买房 有很多人也把孩子 送到这里来学习 也为孩子想买一个房 在这里居住 或者是买一个房 自己在这度假使用 那么这些人的买房 银行 特别是华自银行 看中了这个市场 所以之后 他们为这批人 也提供一种贷款 叫美国非居民贷款 那么刚才讲到了 贷款是要看两种 一就是收入 一个是信誉记录的 那么这些人 他在美国 因为没有商业活动 他的信誉记录 是查不到的 第二他在美国 没有合法的身份 那么这两点 他的收入 所以之后也不在美国 所以这两点 对银行来讲 都是比较关注的 所以对银行而言 这种贷款的风险来讲 相对也是高的 这个相对高的风险 银行自然会转嫁到利率上去 那么这个利率 相对来讲的话 就会高的 那么现在以 国泰银行的情况为例 那么国泰银行提供这类贷款的话 那么15年的 那个大概在4.5左右 那么30年的 在4.75左右 那么这个贷款的话 比前两种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自然是高的 那么银行要 要把这种贷款 维持15年到30年 它会承担着 这个利率上升的这个风险 那么这些贷款的话 主要是适合的人群 主要是从现在来讲 就对大陆来的购房的人 你要是从香港来 从台湾来 也适合于这些 对世界的各地的人 不是美国公民的 这种贷款 都适合于这些人 主要他在美国 没有合法身份 没有信誉 那么都可以申请这种贷款 那么这些贷款呢 要按国泰银行讲的话 它只提供 自己有分行的七个州 那么从加州 这个芝加哥 休斯顿和纽约 那么Boston 这七个州 就是自己分行能够控制的 所以他也利用这种方式 来控制这个贷款的风险 那这类贷款 到底最高的金额 可以达到多少 那么他们又适合 买哪一种类型的房屋 这种房屋的贷款呢 最高的金额在250万 那么比例是贷款金额的 是房价的50% 举个例子讲 你买一个200万的房子 那么银行按50%计算 带给你100万 你自己要自筹 或者是首付100万 另外呢 如果是说 你要买一个600万的房子 那么你银行呢 只能够提供250万 剩余的350万 那要你自己筹了 那么银行的最高限额 就是说他银行承担的风险 是控制在250万之内 所以再高的话 银行就接受不了了 对房屋有没有一些要求 对房屋也有些要求 这种房子 是只提供给投资的居住房 所以一个家庭的 你买一个家庭的独立屋 或者是公寓都可以 但是呢 对商业用房是不可以的 如果海外客 要申请这一类的贷款的话 那么银行一般会要求 他们出具哪些资料和文件呢 首先来讲的话 你买房 那自然你要签一个买房协议 对吧 Sales Contract 在买卖合同 那么这个呢 银行是要一个付本的 那么另外的话 你要到银行去 那么银行会看你的护照 那么会记录下你的护照号码 它不服印的 它只记录下来你的护照号码和有效时期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它要你两个月的银行账单 那这是国内的 你所有的银行 并不是这一家银行的 只要你要在工商银行 农行建行友 你通通都得拿来 所以这个是说明你个人的一个身价的问题的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公司出具一封信 要用你公司的抬头 对这种信函写一个某某同志在公司里头 比方说担任董事长 从哪年开始的到什么时候 那么今后这个公司 它的年期每年大概是多少 比方说300万还是500万的 这个记录下来 这个要求呢 要有一个人签字的 你公司盖完章了之后 哪怕你的秘书啊 或出纳啊 或者会计啊 签个字 要在这上面有人签字的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的银行里边的存款不是太多 一般的人也不会把大量的钱 都放在银行的账户上去嘛 那他可能会已经买了房了 或者是投资在股票里了 那么这样的话 银行呢 它会要求你把买房的这种产权证 拿来给我们看一下 你把你买股票的银行账单 给我们拿来看一下 这些文件都作为银行来审核你的身价的问题 就是确保你有足够的身价 能付得起你自己那50%的首付 这是银行控制风险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 银行呢 会在这个房子上呢 做一个质押 这个房子在贷款的期限 一直是压在银行手上的 银行的风险 用这两种方式来得到一定的控制的 那么另外呢 这些这个贷款呢 银行所提供的这些文件的时候呢 那么银行一般的情况下都需要 你给它翻译成英文 我还想问一点 就是说对这个首期款的资金的来源 有没有一定的规定和要求 有 就是说你提供给银行账单的时候 你这些资金应该都在你银行的账单上面 如果是从你的首付是从借款来的 那么银行就会考虑到 你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来偿付你自己的50%的部分 除了父母给你 这样就可以 别的人都不可以的 好的 那非常谢谢张先生 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 三个观众会向你提出 哪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观众的提问 海外科投资当地先住联用房 可以申请外国人贷款吗 我没有办法长期留在美国 那我可以委托别人来完成我的贷款手续吗 外国人的贷款对手机款的来源 有没有特殊的规定 好张先生 有三个观众向你提出了问题 第一个观众问的是 海外科投资当地的商住两用房 那么可不可以申请第三种的 就是非美国公民的贷款 是不可以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种贷款只适合于居住房 这个英文讲的叫residential mortgage 对吧 一个家庭的 公寓也好 这个或者是四个家庭的 两个到四个家庭的都可以 但商业用房 超过五个家庭 或者是商业用房 这些都不可以 或者是这个楼房是 底下是店铺 上面是住家 你想住在上面 在底下开店铺 这种房子 归到商业贷款当中去了 而且属于商业用房了 就不适合于这种贷款了 那么要按照银行的 商业贷款这条线路走了 那么银行是提供这种贷款的 但是它不是在 这个贷款范围之内 好 第二个观众问的是 我无法长期留在美国 那么我可不可以委托别人 来完成我的贷款的手续 各个银行要求不一样 据我说是 像国泰银行 它是可以的 它是允许你签字的时候 你签完贷款合同之后 那么你到过户的时候 大概要60天 要两个月 你两个月之后 可能公司的业务比较忙 你没有时间回到美国来了 那么你在这个期间 你授权一个你的亲戚 或者你的朋友 来替你做这个过户 银行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要针对这一个买房的行动 或者是活动 来做这个授权 这个房子过户之后 授权数也立刻失效 因为它就再没有权利 动用这个客户的账户了 第三个观众问的是 外国人贷款 对首期款的来源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有银行不希望出现 有借款出现 因为这种任何的借款 我们刚才都讲了 主要是还款能力的问题 那么在美国境内的人 我们都要查他的收入 要查他的这个信誉 像这些人 因为我们没法查他的收入 也没法查他的 那么我们要看他的银行账单 这个账单上 如果是借别人的钱 银行会对你的还款能力 产生怀疑 那对借款审批的时候 就会受到一定的阻力 所以这种借款批的时候 就会很难 所以我们不希望 在首付的那部分 有任何的借款出现 应该用他自己的能力 证明我能买得起这个方案 好 非常谢谢张先生 今天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 让我们对银行 这个发放贷款的标准 以及各种类型的贷款计划 都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 我也希望 看了我们这期节目的观众 对您究竟适合申请 哪类贷款 应该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 本期重点 最低利率贷款 对申请人迅用收入要求严格 不查收入贷款 适合报税不足的申请人 海外客贷款购房 需提供国内资产证明 非美国居民贷款 需支付50%的投期款 安家纽约开播以来 收到了不少观众的来电来信 有的询问在房产买卖中遇到的问题 有的希望可以看到某个话题的讨论 实际上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成为 华人在纽约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观众 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想法 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和美国中文网 与我们互动 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安家纽约的心得和经验 感谢收看由Varizon Files 冠名赞助播出的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房产可能是您一生最大的投资 想第一时间了解房屋的状况吗 如何找出安全隐患 下期安家纽约 我们全程记录验房全过程 让执照工程师告诉您 如何才是一个安全舒适的家